看看新闻榜 夺冠热门选手之铁血战士黑豹 黑豹的主人周辉是一位退伍军人 黑豹的毛发和主人的头饰一样 十分清爽 看得出周辉对黑豹的日常料理十分上心 在初赛中 黑豹展现出了超强的运动能力 和对主人极佳的服从性 干脆利落地通过了初赛的赛道 到了复赛的一对一PK环节 黑豹遇到了同样实力超强 有训练有素的石油勘探犬赛威 这两条狗被主持人称为 每个男人都梦想拥有的狗狗 黑豹和赛威也不负众望 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黑豹和赛威的PK绝对是靠冷心弦 这是任何一个爱狗的男人 都会想要拥有的 两条狗一条纯黑的拉布拉多 另外一条听众非常优秀的 两枪相遇勇者胜 虽然黑豹在梅花庄这里出了一点小失误 但他在其他赛段近乎完美的表现 将持有勘探犬赛威直接PK出局 如今决赛将至 黑豹的备战状态怎样了呢 第一场比赛的开始还会去注意哪些训练 或者比赛比到现在 比到今天 尤其今天的比赛 已经没有特殊的可以再去训练了 因为黑豹在今天的比赛中 是一次超越 超越自己 超越级别的比赛 所以说看他自己的发挥来 我相信黑豹没有问题的 黑豹的淡定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看主任周辉对他的训练就知道了 来参赛前 周辉和黑豹是卯足了劲 冲着冠军来的 不过真的一路过关斩将到了决赛 周辉和黑豹的心态反而也平和下来了 黑豹有很多黑粉 他们都鼓励我 之前也发短消息来 告诉我他们心中 黑豹是他们心中永远的冠军 我已经够非常开心 极强的运动天赋 严格的服从性 黑豹无疑是狗狗冲冲冲冠军 最有力的争夺者 夺冠指数五颗星 夺冠热门选手之 娇小玲珑李大春 还记得我们初赛探班时 见到的三只可爱贵宾犬吗 外婆妈妈女儿三代一同来到比赛现场 唯一的技能就是和主人撒娇的贵宾犬也进入了决赛 这位状况外的选手就是三代狗狗中的妈妈李大春 出赛中李大春虽然止步于涉水跨栏障碍前 但在未完成赛道的狗狗中 李大春依靠出赛的弹跳能力 幸运的晋级复赛 复赛中李大春遭遇了同样对主人十分依赖的残疾明星狗 凤凤 他们唯一前进的动力就是主人的鼓励 这回两只狗狗虽然止步于同一个关卡 但李大春用事更短 好运气又一次帮助他成功晋级决赛 我们是那个地方 把机会让给他们 因为确实是其他的狗 我来的时候我想抱有脚心心的 我说我兜一圈 看一下哪只狗可以 我们可以超过哪只狗 我们可以只要不是第八就可以了 转去好像都还是比我们都很强 所以我想那心态放宽一点吧 虽说心态要放宽 但训练可不能放松 向来灌着自己三只宝贝狗狗的李荣心 这次也在家里对李大春进行了针对性的特训 因为他嫌取不会嘛 嫌取不会还有就是不敢下水 那我在家里面的话 我就在那个他的玩具上面抹了那个 他喜欢吃的零食啊肉泥啊 但是他还是不会咬 他只会把它舔掉了就算了 也不会咬给我 那水的话呢 我就是把我们家的浴缸放满了水 我把它丢进去 丢去呢 他就会往处跳 就很可怕的 就会害怕往处跳 那我后来就是我也洗澡 一边洗澡一边带着他游 那他赶游了 经过了几场激烈的比赛 李大春爱年主人的性格可是一点都没变 虽说能力上可能欠缺一些 但李大春状况外的好运气也让决赛充满了未知数 夺贯指数四颗星 狗狗冲冲冲冲决赛将于4月2日在东方卫视播出 养狗爱狗的你 记得收看哦 请今年记者黄月图科伟报道